啊 啊 姐姐 师父 你没事吧 真是小三生小三啊 你妈当初勾引我爸 毁了她的幸福 怎么 你现在也来勾引姐 想毁了我的幸福 哎呦姐姐你误会了 我怎么敢勾引你结婚呢 你当我瞎啊 你真是你疯了吗 我和石油只是在车里玩会儿游戏 你怎么能这么不想的呢 我诬陷你们 我亲耳听到他怀了你的孩子 怎么不承认好 现在就跟我去 走 走 你想逗坏是吧 没怀 姐姐 我真的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 而且我现在还是个完毕之身呢 一个清清白白的小姑娘 怎么就被你们逼到这个份上了 实际上怎么会有你这种无量的姐姐 医生 怎么这么说姐姐 袁叔 以后咱们俩就共享安于哥哥 看看 他在谁的身上够安你 他是哈 医生 一起逗坏 前面怎么动作当人啊 老云叔 你再干吗 今天是我们要禁婚的大祈日 赶紧跟我回家自己卜钱 真爱你挺好的 你这个干啥 我没有 这个婚 老年不先 把你说 这可是你说的 那你就等着你爸 把你嫁给那个又残疾又变态的霍家三少 让他在床上玩死 你过来 你别过来 怎么办 当初愿意和当初订婚 就是为了不被爸爸卖给霍家的三少 现在 哪个在哪 那种病 你脾气怎么那么差呀 真想抽他一个大嘴巴 你还不知道吧 他呀 那方面也没有问题 就因为那个病 一直找不到媳妇 这次还是他家里人 逼他过来看病 脾气能补大吗 有救星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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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麼事情 先生 先生 這是真真 真是真小 我知道这个事特别的冒昧 但是吧 我需要一段婚姻 你需要一个老婆 而且我这个人吧 上德天堂下来主宝 绝对不会亏待你 嗯我看你需求量也不高 每个月我可以给你点零花 上网还没发火之前 赶紧滚出我视线 好嘞 真的 喂 郭四海 我不管你是不是真的有病 还是再给我找借口 今天你要是不给我带回来一个孙媳妇 我马上就离家出 一辈子都见不到 来 你自己开公司还是上班啊 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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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那他和那个货家三下 我肯定没什么关系啊 你该不会想嫁给豪门货下 没有 我真重复 你要是豪门货下的人 咱们现在就进去离婚证 咱们现在就进去离婚证 嗯 你该不会想嫁给豪门货下 又是个小做梦 又是个小做梦 干嘛呀 我今晚出个差 一会把地图带给你 最晚都帮我去 啊 你要是应付家里人的话 我回家随道 但是出一块就没必要了 随便你 随便你 随便真打 好 正好 找一个便宜点的地方住 你得八个小 居然是你 还有找一个比较便宜点的车 快接我去 弄着干什么呢 乘车啊 一号公馆 一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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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mer 这么高档的公寓啊 搞这种的都这么有钱吗 混账东西你还知道回家 混账东西你还知道回家 我为什么不敢 不是你诬陷你妹妹白 害了一个黄黄大闺女 害了名声 她跟邓安宇干了什么 你不知道吗 需要我想起的描述并不听吗 给我闭嘴 都是你妹妹站出来替你讲的话 要不然咱们和邓家的联姻就泡汤了 姐姐 你也别生气 我和安宇哥哥丁风呀 就是维护两家的颜面 以后这安宇哥哥还是你的 闺女啊 你说什么胡话呢 是云书拱手 把邓上让给你的 今天你已经跟邓安宇就婚了 从今以后呢 他跟邓上马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 如愿所长了嘛 绿茶配渣乃 我祝福你吧 你怎么能这样和你妹妹讲话 当时是你先看上了安宇 你今天喜欢安宇 又没有谁把刀架在你婆子上 对 我跟我妈都一样都瞎了眼 当初都看上了渣乃 但是我知道及时之所 爸 都这么大年纪了 还动这么东西 不怕伤了身子 宝贝女儿 先你着急走啊 你不信谁呢 谁是你女儿 君叔 你给我听好了 你爸爸呢 已经答应霍家 把他的一个女儿 嫁给霍家的三少爷 你妹妹呢 已经跟邓安宇订婚了 你要是走 你爸爸跟霍家怎么交代呢 你那呢 故意设计我让我去捉奸 就是为了让我悔婚 然后听云事由嫁给过子 这么 这一巴掌只是开始 从今往后 我会把我跟我妈吃水 一点一点 讨厌 老娘现在 一无所有无家可归 我拿什么口袋呀 我拿什么 语书 喂老公啊 你能不能来陪我啊 别乱叫 谢谢你老公 那我找别的男人陪我啊 我找别的 别的男人 哎呦 小妹妹一个人 要不要哥哥陪陪你 小妹妹一个人吗 要不要哥哥陪陪你 喜欢 你情故作 哥哥喜欢点 哎 这里人多 哥哥帮你去别的地方快活吧 别 别 坐 坐 三少 今晚可是三人给你大胆 为了一个女人就放弃了 值得 上人别 我出狗的呀 啊 别给脸不要 老子今天非得把你在那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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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啥 我去 恋你啊 敢杀你不能 他嘴巴 他妈呀 活了你 咋我 想活了是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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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滚 三嫂 生我已經有膳膳的女人需要你飽 起來 老子 你陪我喝一杯 我給你小肥 嗨 我現在特別的難心 我想 你幹嘛 哎哎 小肥媽 還有人啊 算了我先走了 你在這兒休息 中恨 平老兄的你喝多了 就可以為所欲為 你給我立刻下去 不說到是在 你給我立刻下去 睡醒了 突然流在那裡 是 流氓 你干什么 华先生 抓你脸上有个文字 现在没了 只有病 bed 啊 生氣了 不至於吧 壞天上 身為一個女孩子又可以進去 我怎麼不進去 我這就不進去了 這才叫不進去 哎你看看你 這麼多 你遵守一點難得好不好 是一約婚姻 啊比如說大清早的麻煩你把被子乾燥 是不是想我提醒你最近到底發生的事 哦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趁我喝醉的時候你對你做什麼 你對我做什麼 說 對做什麼 你是不是對你的長相和生存太色情了 像你這種女人白送給我一次 收拾東西趕緊給我做人 我拍攝的不要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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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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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我給你解釋 霍先生 你聽我給你解釋 就是我對男人沒信 那個 我對男人沒那麼主動 我不是那種好色的女人啊 別廢話 今天下午我立刻把你離婚手 趕緊收拾東西 走就走 你以為我不敢啊 趁我喝醉酒幫我帶 看我生態不好想趕我走 什麼玩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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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幫我幹嘛 這就是你說的呢 男人不熱情 哎 廢火 廢火 啊 廢火 你看你把我的孫媳婦竟然歇成什麼樣了 趕快跟我孫媳婦道歉 这就算是生你比方熟患了 奶奶我心里这一下就踏实多了 好高兴呀 这样呢 我不可以跟那个老太婆得瑟了 我孙子呀可是比他孙女先结婚了 对了四涵 你这房子是什么时候买的 租的 租的 你搞半天搭招眼穿胖子 租的也好 只要我孙媳妇呀高兴 怎么着都行 四涵 你既然娶了媳妇 就把你的心思好好地收一收 不该惦记的人呀就别惦记了啊 原来是心里有人爱而不得呀 那方面有问题的呢 那方面 你在那对妈妈说什么呢 往哪看 哼我是说我老公棒棒 刘鹤 人家把菜都喂到你嘴边了 你就张嘴吃呀 啥 这就对了吗 多吃点的长张店 子涵啊 你能娶到这么好的媳妇 那这是我们祸家的福气 等过一阵已经忙完了 我就一定给你们办一场 热热闹闹 风动全程的婚礼 这个都不费心了 今天下午我们就去办理工手机 奶奶耳朵不好 你再说一遍 今天下午我们就不费 睡觉 哎哎哎 好酸媳妇吓我 来来来来 快去 我是说他呢 你不信 你不信了 你 给我跪下 还记不记得啊 我货家的家规了 说给我听 忘了 忘了 哈 今天你就给我记住 我货家只有丧货 沒有禮儀 我家還有這樣 神奇 妹妹 您說霍思涵他對我挺好的 您就別生他的氣了 你給我閉嘴 怎麼我說錯了嗎 我這孫媳婦 四肢健全 餓了會吃飯 會穿衣 你餓了 他還會把飯廢到你在嘴裡 下雨知道 下雨知道 我想多餘吧 這樣的媳婦你還挑挑戒戒什麼 太暴霉 你老實讓我 Foundation 你老實給我說 你是不是還忘了那個 連相貨還記不得了訂閱 奶奶 今天我有下很重要的 recreational 一會派人送你個 PWJ 站住 你小子可聽好了啊 奶奶可是認準了這個孫媳婦 你要是敢跟他離婚 那就跟你沒完 還有 三畅 赛昌 车给你准备好了 这是你找的车 这 这已经是你车户里最便宜的车了 不算啊 你还没准备 哎 平时 这我老板啊 好 老板 我是他老板 这老板的次质 还不如护思寒呢 既然是在老板面前 那就不能讓他看低了侯思汗 好好好你好 那個侯思汗 呢 我之前說過我要養你的 你買六個八拿去摔吧 你可以說這個不是黑草有限額 等我都不隨便話聽到沒有 啊 走拜拜 這是我最有錢的一張卡 哎 媽真要當老闆哈哈哈 入戲了入戲了 別說我兒子突然摔斷腿了 我得趕緊去到醫院 你一個人見導演啊可以的吧 我可以自己去你去 忙吧 但話都沒說完 啊 呦 這不是我親愛的姐姐嗎 你怎麼在這兒呀 呦 這不是我親愛的姐姐嗎 你怎麼在這兒呀 我有潔癖 你倆個人的 怎麼還在生氣呢 我和安宇哥哥一直都是清白的 我和他訂婚啊 就是為了咱們家的顏面 我數到三 你倆最好伯伯 三 你說 你說話最好客氣 施柔對你處處容忍 你卻在這兒獨奪必領 你有今天都是你咎由自取 憑什麼怨別人 我多咎由自取 如果不是因為四年前你救過我 我們約定好在一起 你以為我會答應你求婚嗎 你在說什麼 四年前我明明在國外 怎麼可能救過他 我一想到當初喜歡的人是 我是真噁心 別說 我們在一起那麼多年 我連你的嘴都沒有噴我一下 你說我噁心 真可笑 像你這種死板又無趣的女兒 是沒有男人會對你感興趣的 沒興趣你這個分手會死 好聚好散不行嗎 非要勾搭他來噁心我 如果跟你好聚好散的話 我跟石柔怎麼能夠明進言順的才行 只有這樣一鬧 竟然讓我跟石柔在一起 又能讓你嫁給貨家那個餐廳 豈不是一群兩人啊 安宇 我一直以為你和我在一起 愛的是我的靈魂 可是我沒有想到 你因為我對你不熱情 所以跟我為了不熱情 我對你為什麼不熱情你不清楚嗎 啊 因為你根本就不是個男人 你幾幾幾兩妹姐兒書嗎 好傢伙 原來以為是兩米粽你男呢 合著吃了半天瓜 原來是這男的不行 哈哈 原說你在胡說我 誰不散個 說的就是你 不信你再這麼一看 我 我熱情 好不舒服 錢也給人轉眼力了 今天不能來清定你了 看一眼到我轉眼 我们骗男人的手机 誰會說他這麼痛 雲叔 你怎麼這麼不要臉 大家帶著男人就親世吧 那你管我親身你管著嗎 管那麼多不如想想 我跟你在一起三年了 我都對你給不起興趣 雲叔你還是個男人嗎 哼 雲叔你 哦 你就是他新養的小白臉吧 怎麼 他給你花了多少錢 堂上功夫行不行 別中看不中用啊 鄧萬宇全人就說他的 你敢打我 我三個就是你 你你記起點他 你不好說對不起 你好意思說對不起 你好意思說對不起啊 你親愛啊 花大娘的媽媽 你媽媽那麼好吃 哇 不要緊幹什麼幫忙啊 好 行 你還讓他去 你打我 打我 打我 打 他居然當眾說你不行啊 這你怎麼忍啊 這我事情絕對不能忍 不對 我在做什麼 算了吧 你是真的不行 不但是 這是男人的尊嚴 我幫你守護 而且你看我都 為你守護重嚴的跟我說 就你這個演技 諷刺富豪 估計一碰一個 就沒有導演像你這麼會演示 要不然 哎呦 我也誤會了 我覺得這話並沒有寬意的意思 搞男人不懂風情 我怎麼總覺得好像鬧成事兒呢 什麼事來的 對了 昨天晚上那個咖啡廳的男人是 等著這句話 她倒是個別的女 尚感知給男人花錢的女 倒是不省錢 雲叔 你是想欺負我嗎 你竟然敢當眾抱著一個男人親 這事兒要是傳出去 貨家要是怪罪下來 說你不知檢點 你 你讓我怎麼敢呢 不是你喊什麼呀 那雲叔有別的本事沒有 告證倒是 對 我就親了怎麼張 我不已經敢親 我還敢睡呢 秋天到了 我先給坐串上 這筆帽子舉舉暖 啊 啊是的沒錯 我這個人就是什麼都吃得下 就是不吃虧你能拿我怎麼樣 啊 都跟你說了不行就不要走 啊我能早就是小聲 現在好了啊 但你帶扭上怎麼辦 啊 干嘛 明明是你把你的腳打了我膝蓋上的 那你不是一個 哎那就是啊 我幫你 哎 你怎麼開車的你不讓我關水龍頭啊 我不是医生不要我痛水的 所以你要不要解释一下 你刚刚到底在干吗 不哎哎呀哎 哼不好意思啊 嗯关爱残疾人有责吗 哈哈哈 别说 我不是故意 这辈子 给你一次 这男人也没有那么差吗 啊 我思汉你懂不懂你男性啊 我能把你抱回来已经勾勒一项喜遇了 这里房间自己挑个事 啊 我的房间不止碰 哎呀我谁稀啊 喂 叫睡早的房间自己顺 啊 看 随时这么疯癢癢癢你的睡着了居然这么安静 我在干什么 哎 既能打架又会故意翻查 而且你看我都 那女女受了这么严重的伤 她有什么可仇的啊 胡思涵 贝贝她这副催俑的样子 骗了 她就试试小眼貌 不能不需要你 不要闪开我的手 看着我干什么 终于发现我的美貌了 要没意见的话 把这个钱 什么样的事 协议书 什么年代了这么老头 你先打开看看 哎哎 哎霍思涵 人家的协议书都写什么啊 什么期限什么的 你这写的什么玩意儿啊 婚姻存续期间 乙方不得传甲方的身子 我什么时候传你身子 昨天晚上也不知道 谁对我又裸又抱的 喝醉之后那个好色的样子 自己没见过什么 那那又怎么了 专家说了女人不好 就摔倒得很快的 你管不懂吗 每个专家 那你管 看什么看啊 那本来就是嘛 那又不行啊 我怎么 还怎么 我还怎么 看就起来 以后纸不定咱俩 谁这样说 毕竟嘛 我可是个演员 我 演员 忘了忘了忘了 我昨天应该去看个anj 也不过anj 陶姐 陶姐小发飞 袁叔 你昨天下午干嘛去了 我让你去见导演 你说你一个人可以 导演等着你下午 陶姐 你这 怎么了 这些都是满后炮 我现在有一个坏消息 还有一个好消息 你想先听哪一个 好 那我就说坏消息 好消息就是 导演等了你下午 你都没有去 他很生气 发了一通脾气 你的女子当号 没有了 那 好消息呢 好消息就是 导演看了你在地步 摔人嘴巴子的小视频 他觉得 你必须出演这个女二号 我 别闹了 我 别闹了 我 别闹了 姐姐 你还不知道吧 我可是这部剧的女主角呢 之前姐姐说我演技好 过来演戏都可惜了 我一听说姐姐要演这部剧呀 就立马求着安宇哥哥 过来和你一天演戏喽 剧本看了吗 剧本 像我这种靠脸的人呀 什么剧本呀 倒是姐姐你呀 靠着眼镜 他勉勉强强的 换个女二号 他脑子有病吗 说云书记演了个女二号 我不是打发样子 三少 我就按照您的吩咐 找获释旗下的精灿娱乐 给太太签了线 这个女二就让太太 嗯 你怎么知道我结婚了 这 这不重要 不重要 那这个女一号是谁 这个女主 是太太同福异母的妹人 她们的关系 一直不太好 所以你听我的吩咐 动用了大半天的关系 去给云书找了个女二号的身份 而这个女一号 还是一个跟她有矛盾的人 是这个意思吗 哎 这个剧的女二吧 跟其他剧的女二 不太一样 女二还能怎么都不一样呢 三少 改天剧片上看一看 你就知道啊 哎三少 你怎么对太太突然这么傻心啊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 嗯 女二的表情最上到位 尤其是打女主的那个动作 一气呵成 啊 行云流水 女主角 怎么回事 一定要不要趁没有 一天没呢 我都爱了多少个巴掌了 导演 我想问一下你 我演的到底是不是女主呀 怎么老趁我爱女二的巴掌 你进组之前没有开剧本吗 咱们这个剧本来就是主打的个 女主乐剧 女二爽剧 说直白了 打的越狠 这个剧越成功 导演啊 我想感谢 我不要虐剧 我要爽剧 你开什么玩笑 不爽回家爽剧 来再来一遍 五十二场三剧 准备 开始 五十二场三剧十四 五十二场三剧十四 疼吗 两多种了能不疼吗 知道疼还敢跟我抢 知道了 我以后不抢了 你的男人 我以后来看多看 你知不知道 就是因为你妈 我连我妈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 你知道我有多恨你们女两吗 如果不是因为你妈 我妈她根本就不会死 只要我想到你妈 我就恨不得把你 跟你那个妖精妈 碎十万多 太棒了 太棒了 演得太好 允许临时炸家讲机 真的太绝了 这演技简直出神如玩 栩栩如生 唯妙唯孝 俩将军 拍什么呢 记住你 这好生活 张涵 我怎么发现你今天神神明明 的 没有 没有 给我 蒋涵 你怎么会拍这么多我跟云术的照片 拍着玩呢 拍着玩 老实说 三少 实不相瞒 这是奶奶 刻意嘱咐给我们任务 哦 拿着我工资 替我奶奶干活 是吗 三个月工资 别啊三少 这是奶奶逼我的 等一下 三少 都是奶奶逼我的 这个男人的背影 怎么这么像霍斯汗 不行 我得上去看看 老爷 刚刚有人来这边吗 怎么可能有五位人 今天我们是包厂啊 不会有外头人来的 那可能我看错了 你吗 三少 我对你一直忠心耕耕 这是唯一对不起你的事 不过这还是为了你好啊 还要解释了 再解释你半年的工作 啊 我之前说过我要养你的 密码六个八拿着摔吧 所以说这不是非常的限额 等不及资料黄金到远 我 真不论的张康 他给他前男友都可以花20块 我要是不花他点钱 岂不是不恭喜 是吧 房姐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一个帅气又多金的附加子弟 他装穷 只是为了欺骗一个 他介绍你 当然有可能了 现在的男的 为了骗女孩子上场 他什么手段能拔得出来 怎么 四牛队长有个渣男给骗了 说他是渣男吧 倒也不全是 嗯 反正他也没泡钱 也没泡钱 你呢 啊 个 十 三 千 万 二十一块 花了早家二十一块 我 姐 你水了 渣男 渣男 你弄他 弄他 没想到他给我的钱比给那个什么 叫邓的什么要多 哼 果然他还是有眼光的 霍少 你哪件衣服不是意大利手工打的 干嘛要进高厅店 买下二十一万的破西服啊 那店员差点以为怎么货帅要破产了呢 对了 赵门 在这个卡里打二十一万里 是 那 你干 你干嘛 你跟老娘解释解释 你听听 嗯 变得不错吗 眼光不错吧 你的钱买呢 妈妈 你老娘二十一万就买了件破西服 吊盆呢 你老娘 我不去 你都可以给你前男友花二十万 我都花一万足了 不是 你跟他比什么 你干嘛要买这么贵的西服啊啊 不过呗 正好你能卡在我兜里 就把它刷了呗 呸 三少之岁 比非虎的狗牙都硬 那你怎么能随便刷了啊 你 哎呀 我是让你省花省花尽量别 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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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占卜你就不要穿上文鞋 这怎么了 妈呀 这男的是真直啊 都这气氛了 愣是说出这种话 还得是老夫人 不然三少这样 得打一辈子挂挂 吃火锅吃上红了 摊上你我是真直的命不好 等那个货家三少一结婚 我第一时间就跟你一会 平时知道你工作需要穿高温鞋 但是现在的家里 你可以穿着舒服 从小到大 好像只有妈妈给我换过鞋 也只有她在乎 我到底舒服 莫子涵 谢谢你 就是这样 哈哈哈哈 啊 你老婆在家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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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刚才是要亲我的 云叔啊 你不会是真的好的 你 我知道 一定是霍斯涵那一户不想退进 所以故意自诱我 抓紧把卡找 那不然以后 每次后来你的钱 还要自诱你 这谁能顶得住啊 霍斯涵 吹了吗 哎 我睡觉怎么关门啊 还以为他够一玩 幸好让我自控力足够行 不然你先玩一碗 不 先装个米饭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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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是他最私密的地方 什么玩意吗 我不嫌 我死你 我哪呢 哈哈哈哈 放开 怎么办 不能松鼠 松鼠了就被当成有个忙了 对 当兵贱点行 梦游吗 得亏我这包穿的游戏 完全不 又不然 他这是干什么 哈哈哈 霍斯涵你带着回来 你梦游了 他们会游 什么时候啊 这个你别管 我安心就 对你我都安全 第二天会给你送保的 来 哼 我这是不是作茧自负啊 这一天对胡思涵来说 是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巧了和我遇到邓安语 是很一点 哎呀能成了什么样啊 不就拍了一天的戏 怎么还能撑猪头啊 哎 下次记得雪茄抹厚点做的逼真一点 人都干的掉渣了呢都 你 人说你把你妹妹打成啥样了 你还这样和他说话 哎 还有点是屏幕啊 你把安语打得他妈都不认识他了 你今天把你妹妹又打成这个样子 你是不是想造反部长 那不刚好凑成一队吗 住住你们啊 爸你听听他 你看他说的是什么话呀 站住 是不是又想回到你狗仔朋友那去 这两天收拾收拾搬回来 省得别人说我云长山亏待你 我搬回来干嘛 我搬回来天天看你和云什游跟我上去 去宇宙 还有 那是我经纪人 不是什么狗仔朋友 我管他是谁呢 搬回来好好受受自己 过两天降到货下去 站住 站住 把大小姐搬起来 雲昌山 你敢动我一下试试 杜伟多 有我在 看谁敢动我的宝贝孙女 什么 您怎么买了 奶奶 我说你这么抠嗦的人 怎么买了机票帐 到国外去玩几天 原来是让我不耐 把我的宝贝孙女给卖了 雲昌山 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 妈 怎么能说是卖雲书呢 那货家可是豪门呀 把雲书嫁过去 不光对雲书好 对咱们雲家也好 嘿 有你说的这么好 你怎么嫁呀 奶奶 你胡早门干什么呀 爸爸他一个大男人 你怎么嫁人呀 那你去嫁呀 你不是女人吗 我怎么嫁人呀 我以终于爱我土了呀 你够闭嘴 你这化妆画得跟坤一样 吓死个人 您说走 我们出去 奶奶 奶奶你看什么呢 孙女婿 啊 奶奶这次呀 给你找个金龟婿 哎呀奶奶你这样跟我爸有什么区别呢 那跟你爸可不一样 奶奶这次呀 不是给你找个残废男人 奶奶要是再年轻个三十岁呀 能有你什么事儿 不不不 真的假的 老师 就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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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伙子人可好了 刚才我回来的时候打不着车 这小伙子直接就把我送回家了 一分钱都没要啊 我和我孙女正夸你呢 你就来了 你香脸拉我吃汤 哎呀 要不说你人好呢 只要换了别人 早就给拿走了 你说啊 你认识呀 小伙子呀 这不是刚刚在听那个小白脸呢 他怎么在这儿 这香脸 直奶奶哭了个草茶 小伙子 我孙女害羞 你个大男人 你痛点吧 奶奶 哎您别撮喝了 我俩我俩认识 认识 不请认识 我们把账都留了 什么账 结婚证 结婚证 我的好孙女啊 你竟然背着奶奶做这么 好的事情 怎么回事 这个小姐你觉得结婚了 那 我家的婚事紧生落到我头上 哎 接电话你接电话呀 张阿宇 那是啊 什么事 大雨哥哥 袁叔都结婚了 你什么时候和我理事呀 你说谁结婚了 你等我说一遍 啊 霍斯汗 人均500块的外卖 你你不会每顿都点吧 有什么问题吗 问题大了 你就是一个普通的金融打工人吗 哎你看你21万的西装说买就买啊 顿顿五星一套菜 你还有点数吗 那我吃点 交给我我给你做 多点事 交通惯雅的您这小抱居然还会做饭啊 你 你这样是干嘛抓鱼啊 放红光 大鬼 好 能吃吗 没有那富贵蜜 还非要等那富贵蜜 还瞧瞧人 喂任术你结婚了 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都把你电话拉黑了 你还能放个电话号码给我打过来 拿下来啊 等等任术 好 等了你 出去啊 我出去一趟 那我干嘛去啊 讨债 如果要不着的话 今天晚上睡 什么债需要大半夜的平凡 不清楚 哎 哎呀开这几百万的车啊 转个账就飞机 叫干嘛呀黄先生 一万两万 因为总理有病啊 我还会少给你呢 别人不认识 你就定会 每次请我吃个饭 一到结账的时候就网络不加 我偏谁还能偏了你 走了 干嘛呀 前脚跟我解除公约 后脚就下雨 我说你这女人是不是比我 民生在外 有好有坏 以前是以前 哎现在是现在 哎现在面对你这样的战略 就改变 没什么本事啊 学 我 哦 当那么多人面打我 还这么快就嫁 这不是让我邓家大少面子 今天我就加倍套回 给我笑 给我笑 回家 这你会叫人我不会叫是吧 兄弟们出来 傻了吧邓安云啊 我上了云城上的盗 还能继续上你的盗 大半夜的把我叫来 这个鬼地方是还钱 我这么聪明怎么可能上你的盗 哎 涛姐江湖救急 你给我找几个混混 就是那种 贼壮士看上去贼能打的那种 啊好 可以按着说 我就知道你最聪明了 幸好我才有处 跟我比 你出电话 好好好 还这么玩是吧 林女 你可没说有这么多人 我们也打不过呀 专业混混中的佼佼者 怎么能怎么办 你不像 林女 你演什么 啊 当然是 跑啊 那你干嘛追啊 给我放手追 跑啊 接着跑啊 接下来 你没顾起个人设演员 这能活动是吧 哎 那一个人比较 你啊 掉了 告诉你老娘一般不动手 但是你欺人太深 我 林兄 我散 没事吧没事吧 受伤 我感受伤了 他欺负我 来的正好 这时候找不到你这个小孩子 给我干上 你吃了 啊 好吧好吧 一群废哥 身手可以啊 帮你练练 走 你们系统干啥的 啊 大半夜的自己到处乱跑 也不带点人 我带了呀 说不对吧 你说 但凡来晚一步 你可就 我能被他们欺负 你还凶我 你还生气吗 还不走 还不走 等我前来我追你啊 跑太远了 找什么 走不走 上来 那我不客气啊 你终低点 所以你就再也讨回来了吗 讨好啊 总的二叔不讨白不讨 明天呢 我就去把钱 全部捐给贫困山区的小朋友 他们没出开 你不是很缺钱吗 买这个破西装追了 我骂了好几千 就这么捐了 小瞧人 我人求最不求好吧 钱没了可以慢慢赚吗 但是这二十万代表我愚蠢的过去 把他钻出去积极得 说不定保佑我以后赚更多的钱 哈哈哈迷信 快快快快 啊同言无计同言无计啊 你懂什么呀 这叫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好 你还没关系 哎回家 这么晚了不睡你干什么 我想了想 还是有必要让你签一下这份合同 什么会的 怎么 做了什么贵心事 想要卖身给我们 不不不不不不 是你 卖身 啊 我为什么要卖身给你啊 因为我知道你着急要还我那二十一万 但是我也知道 我不可能让你一下还完对吧 所以我贴心的给你整个人这份合同 这位小姐 你是不是忘了 我们已经结婚了 所以我想这个卖身器吧 我们就不需要了 那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呢 更何况 咱俩这婚姻是吧 我们婚姻怎么了 少装糊涂 人家结婚都是以相爱为前提的 我那是因为当时有人要抢娶我 你这哦 谁要抢娶你 这个人你应该也听说过 霍家三少 啊 想娶她 我怎么不知道 那万一 你要拒绝的这个霍家三少 是一个温柔体贴 爵士好男人的话 你不就亏大了 怎么可能 他双腿残疾 还落手催花 他是个爵士大魔王好不好 像我这种肤白猫眉的小鲜鱼夹过去 估计吃的连渣都不是 我出国了这么多年 在他们眼中居然是这个样子 这些你不懂我也可以理解 毕竟这些都是豪门密信 那个大魔王要是知道 我给他带了绿帽子的话 表情应该挺精彩的吧 我问他来 我帮他把这玩意染成绿的 你可是给霍家三少带了绿帽子 你给点反应啊 我应该给什么反应 你 签不签吧 不签 还你是要乱叫还是咋 你说的呀 亲兄弟您算账 这个房子每个月 房租三万 水电费物业费 平单元下来 那怎么算算的还充5000 我看你强 我那样 三少席都这么早啊 太太醒了吗 不用担心 这个也在一般醒不来 你更让我心跳 你更让我心跳 你没事 太太好 我是一号公馆的管家 我主要负责收拾垃圾 你们慢用 哈哈 这三十是否和太太果然没睡在一个房子呀 这老太太猜的还真准 这俩人有问题 这三万块的住宅的房子是不一样啊 我还能去用你 啊啊 啊 你跟师傅都 十一二点起来吗 怎么今天这么早 那哪有通告 我给你吃饭啊 真不知道 如果他知道我就是他避之不及的国家三少 才背着个什么载 连个三流明星的博士 还真以为自己是国际巨星了 居然还敢教训别人 这还没红呢 怎么就这么欺负你 真要红了那还了得 余叔 你先别话找了 赶紧摸走 大师跑了 听我说 现在前门出现了很多 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自媒体 我带你从后门走 车已经在后门等你了 你直接上车 听到了没有 不是 现在什么情况啊 哎呀你先别问那么多了 你现在就一个字 跑 对于今年第一季度业绩的指引 财物给出的预夺允收 在一百零五亿到一百一十五亿美元之间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三线小明星背包手搭牌 极端路人怒铺流酸 小明星脏毁荣 这个小明星靠着我眼熟啊 三少 快把新闻关了 今天的会先到这里吧 三少有紧急的需要处理 臭老头 那不接我电话 三少 你冷静一点 你那些视频呢 全部给我 视频 什么视频啊 你不是老包奶奶拍一堆视频吗 没闪吧 没闪 我还没来得及 发给老夫人啊 拿这个视频 赶紧星灿的宫关部 让她马上处理一下 三少 太太不是星灿的艺人啊 这星灿的宫关 应该不会插手啊 她是我过思寒的人 懂吗 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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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的经济人说 太太已经安全回到一号宫馆了 只是情绪不是特别好 什么情况 听 这是一号唱动的声音 谢谢啊 谢谢大家 干了这杯生命之事 老的18年以后 还是一条好汉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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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都 干杯 干杯啊 这脸不是好好的吗 还以为你这样人家里会我 谁敢服务奶 福大人 没什么 快 爸 我干嘛 没什么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哈哈哈哈 哈哈 你干什么 你知不知道你给我做些没法的 老子幹的這個違法的事 人數你來告我呀哈哈哈哈 找死是吧啊 姑娘他本來回頭的 把傷口給我拉了 出口繼續走了 我竟然還沒笑的我 什麼人呢 你打他這個屁嘴羊有什麼用 啊 光泡大佬在那兒的 雲師 那別讓姑娘來嘴叨你 給嘴叨我弄死來了 哎哎哎 stages 了 他半盤在給他找我麻煩 我讓他輸下去哼他出去 對 他這是我多慗了吧 像你這麼慢何的女人 怎麼可能受容器最 verb 什麼叫慢傷啊 沒難話 人家可以有多多叫 他叫破辣 ду醫生 你要坐上人生日矩的準備 这种黑料报仇 很可能就断送了 我整个指引手 好像这样失眠 把眼睛闭上 把眼睛闭上 我三个手臂 天我就直说了 心情不好 说不定清清心情还能好 三 二 时间应该差不多了吧 干嘛呀曹姐 干嘛呀 你有啥好忙的呀 我有好事跟你说 什么好事 刚才星餐娱乐联系我 说他们要牵你 成为星餐的艺人 星餐娱乐 你说的是那个 全亚洲最著名的娱乐公司星餐 哎呀 是星餐 他们要牵你 哎不是 你你你把话说清楚啊 就是他是要牵我 还是 还是说要牵我 要牵你 现在就差你过来牵合同了 你后续所有的问题 都会有星餐 为你报价 恭喜了 要牵我 所以我云术的吃夜的真心 吃夜 我说你都被收了一点 我跟你说啊 那个全亚洲最著名的娱乐公司 星餐娱乐要牵我 没想到 曾经被我拒绝东西 还能来找我 你拒绝过星餐 啊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就给他托了点力 然后就收到面试通知了 结果没想到 你的面试官在面试的时候牵我 那个面试官在面试的时候牵我 那个叫你拒绝了一下 其他的人还先出去 你叫人说 对 美女 我们这房子要牵贵子 你多少知道写的 什么意思 别装了 这搞得你好像是外行人一样 来吧让哥哥感受一下你的功力 这功力越强 这上升的越快 工具太前的话 就不好说了 看吧男俩都一样 关键时间 外面还在排队呢 哎啊 好 好 你 你 这都在 不是 三秒 就没所谓 真早 是 啊 哎 我跟你说啊 你要是敢做对不起我的事 我也不会对你心词手软 啊 啊 嗯 我叫三少这件事 不管你才说吧 好啊 跟你开玩笑了 你笑 啊 我哪还要去书装打饭呢 刚开就新的 你笑 郑安 三少 按照您的吩咐 星菜那边 已经用当家花蛋乔雨区的热搜 把太太的负面新闻顶下来了 星菜的经济不负责人 今天会和太太签约 好 知道了 二位 你们先休息一会儿 我们的负责人马上就到 好 小姐 郝家三少可是亲自发号给你两天收呢 咱小姐可对东四高层另眼相看了呢 我可听说三少可还没结婚呢 这是不是说明咱乔杰有可能成为集团你主人呢 我说这是谁 这不是我老师都说那个演技拆裙的女同学吗 怎么 这么多年 混得还不如我呀 小医生 你应该要明白一个道理 这些年要是我靠着别的办法使劲往上 当家花蛋 还有你什么事啊 但是我没有哦 我也不信 不是你千万不要惹 你 不然的话 我可是会反悔的哦 你要知道 青灿娱乐的老板娘 我以前还疯着呢 不是吗 你小心我当上你老板娘了 让你眼里破的破的掉 你小心我当上你老板娘了 让你眼里破的破的掉 哎呀我的小祖宗 你能不能把你的脾气收一收呀 那可是你未来东家的当家花蛋 不是你看他一样肿容俩 定不咬酸崽子 我看着就来起 我先不过去想说两句 想说两句 云小姐 我们负责人时间已经空出来了 请您跟我往这边走 嗯 好好好 云小姐的演技 我们有募奉 这合同是三年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就可以直接签了 合同期间 我们将全权代理 云小姐的经济业 影视业 包括有必要是 帮助云小姐进行危机公关 合约期间 女方艺人禁止谈恋爱后结婚 否则赔偿甲方公司 违约 一千万 云小姐有什么问题吗 没没什么问题 那个就是我想问一下 关于这个危机公关 这次给我澄清的视频 是从哪里来的 啊 视频是集团三少 三少也是不过 你听说是吧 我劝云小姐不要多想 哦 是 霍家三少 别 大少 那奶奶逼我呢 大少 都是奶奶逼我呢 这是我们给你找的 新的视频 也是欢迎云小姐 加入新菜见面 谢谢 谢谢 听说 合作一块 女人把男人 毕东在桥上 单手挑起 男的下 沉申说道 把你的裤子给我脱了 这虎狼之死吗 幽质 低俗 我今天非要把霍斯汗那货底库给他吧 我都要看看 他是罗子是吗 你 要干什么 你 你 在扣斯托 你 在扣斯托 到底想干嘛 霍斯汗 上周一下午 你在哪儿 上周一下午 对 没错 老实交代 否则 所到之处 算草不是 我一个打工的 李贯一不在公司我干嘛 那 啊 我为什么不要骗你吗 喂 这女孩子叫 怎么老丁男人这个地方看 那不是不行了吗 我看一下能怎么着 我看一下能直动起来了 你这算太保守了 你知道我那剧本差远了 我给你念一段啊 呃 女人跨过的男人的双手 双手 放下男人的衣服 然后 服务上男人的兄弟 杨人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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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不行 我要去找恩夫负责任 瞧姐 都是公司高管的决定 应该忍忍吧 那你什么忍啊 我可是恩夫的摇情数 就算我没有公司的决定快 oc 其实当我的女儿 我还是有这个成绩的 哎呀 这是谁呀 她这么大脾气 当家中旦 那去哪儿呢 去哪儿 去找个人帮你换 不好意思 我这个死跑龙套的 要给你当你二号了 有没有想过 是自己快要胡了 我胡了 我告诉你 心跳娱乐集团倒闭了 本小姐也不可能胡了 哎呀呀呀 听听听听听听 这是个咒公司倒闭的 哎呀呀 吃公司饭还咒公司倒闭 这样不好 要是公司高 怎么听不到你说这些话 他们应该怎么想 你操架 可不管那么说了 刚才幸好没有人拿手机拍到 要是被拍到 你的演艺生涯就完了 需要放我的演艺生涯结束呢 我要把你拉下去 你要多少钱 才肯离开他 快开 快 哎呀 李希老师 他这女主要行人一点 能按聚拜来吗 啊 道也 再来一次啊 帮忙老师 不撞 来再来一次啊 来 白机 开始 你要多钱再给你一看 哎 啊 干了 滑了 啊 干了 滑了 滑了 你怎么了 哎呀 西老师 刚才不是都说好了吗 你怎么 导演啊 我以为你说的是按我盖着剧本来的吗 哎呀 西老师 咱这个女主出身贫寒 不是不恼 但是 不能对对她一杠 啊 好 严格安剧本 啊 再来一次啊 来 准备啊 再来一次啊 哎 开始 我 还没看啊 我打你巴掌你委屈啊 我就是照顾为何不喜欢你吗 我告诉你要再产他不抽你 啊啊啊 啊 跟你说 你敢伤我巴掌 嘿 你巴 导演 为什么他敢说你就不很开 我敢说你就老很开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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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好门大小姐 哎 嚣张我把后 他打你这一巴掌 是符合人物逻辑 这是笑话更好 你救他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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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放我了 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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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去让制片把剧本给我拿过来 啊 三手 先看这剧本的评定肯定没什么问题的 你这个外行啊 我让你去让制片把剧本给我拿过来 啊 去把这个剧本里所有的大剧毒气能够删掉 男演员不允许露凶肌不击 还有所有你演员不允许霸男演员的衣服 三手 这都是广大女性观众爱看的点啊 您这是要扼杀女性同胞的衣服 很影响收拾率的 那就把女儿跟男主的这种戏份给我删掉 啊 女儿和男主没有这种戏份 这种戏份全是女主的 原来是这小型子耍我 他这只色根本没有尺度大的戏 三手 最近有人在查霍斯涵这个人民的身份 是谁 查到了 你给我的这是什么 郑少全国上位内就霍斯涵都有一万多人 您给我的这张照片 我也不知道哪个是您要找的霍斯涵呀 错了过 让你查查 你干什么 过来 过来 安语 怎么了 几天不见你 怎么感觉你越发憔悴了 你来得正好 我问你 郑叔嫁的那个男人到底是谁 他 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了 他 嫁的应该就是个 司机吧 怎么了 只是个司机 你确定 我确定 我记得那天 送郑叔回来的时候 他就给老板开了车门 而且郑叔 喊那个老板叫庄总吗 不可能 那个男人的气质绝对不是一个司机那不就 如果谁都不知道他身份的啊 那我只能从云叔身上下手吧 庄总 你怎么在这儿 我我探班 这个组啊有个熟人 我没事啊过来探探班啊 哦 你熟人在里边啊 没有没有没有 我熟人已经走了里边没有人 要帮忙吗 不用不用 我正好闲的没事 挺好玩的 好玩 那你慢慢玩啊 好熟悉的生意 你确定里面没人吗 真美 我高通里面出来 里面有没有人我还不知道啊 那这声音 狗狗 拉不拉多拉可多了 主人是照顾他的 哎呦 哈哈 小黑 拉不拉多什么 啊 我那是七星发挥 七星发挥 半年的工资 啊 我 哎 小姐 制片刚说公司高层来人了 特意关注了一下您的剧本 就怕那个小贱人 吵了您的戏份 有这种是 嗯 你小高官还特地听 不能让男主和女儿有特别戏份 不能抢您的光环 短短一周时间 公司都在您的事情上 特别关注了两次了 小姐不愧是我们心碎的当家花蛋呀 你说这话我爱听 这种殊荣 可不能让这种地方长进你 到背景没背景 小贱贱 嗯 等到时候我当获胜哪个 集团的主人 他这种小贱贱贱 不过一个什么好一好的决筹 那还不得看我的脸 哎呀 我说乔子 乔子 就你的一点不量身 哪个子就是 我多尿分怎么了 那现在的男人就喜欢我这样的 我现在打个 都有人追进来 等你误误看 他喜欢咱俩评 好啊 那你要去吃饭呢 随你处置 好 那如果你输了 早上你伤我的巴掌 不要告诉所有的伤回来 没问题 你 我真的 太好 等一下了 你这个男人是我的 徐叔 要不要脸 这个女的看起来怎么这么眼熟啊 我扯你 我扯你 我弟弟没扯你 人家还没说话呢 他要是不愿意 他又不是我男人的话 他能这样被我搂着吗 哈 哈 你们认识啊 好亲密 别说 你该不会结婚了吧 或者 你该不会再跟这个小白脸谈恋爱吧 你来公司没有签过合同吗 你难道忘了有一条很醒目的条件 要不要我提醒你 快来 我怎么忘了这事啊 我只说他是我男人 我又没说他是我男朋友 更没说他是我男朋友 你是不是把我当傻子啊 这个男人不是你老公 不是你男朋友 那难道是 你这话说的 那我爸也是我男人 我爷爷也是我男人 对不对 那保镖也是我的男人啊 这个人就是我的私人保镖 有问题吗 怎么可能 这保镖都是五大三宿的 你怎么顾一个这么帅气的保镖呀 这不明显吗 那帅哥就喜欢我这种 纯天然的美丽 像你这种 连一捏都掉渣的 就这样的很喜欢吧 我告诉你啊 我是看到给你老同学的配唱 我给你一个提醒 你要是下次我的话 把死你不走 还说 还说就是 全透着 我问你个问题 我刚才为什么说我是你保镖 哎呀我 我现在签了新的公司嘛 那当时签合同的时候 太激动了 直接签了 合同上输了 合约期间不能结婚 我怎么办 你知道我赔金多少钱吗 多少钱 你钱我呢 你把你买到我也买不起 所以你就想让我到你的地下 情侯是 哎 他话别说那么难听吧 竟然 差不了多少 但是 一年以后 我们不需要彼此作秀 要离婚的时候 或者当晚哪天突然暴风了 可以跟公司靠近 那你自然就见得了光啊 你这 这句话也说不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觉得我红不了吧 嗯 嗯 别说了 你干什么 这句话应该我问你才对吧 你是觉得当我保镖委屈你了吗 跟你真的一句话说的 哎呦 我 又生气 又生气又生气 啊 我站住我 你是不愿意给我当保镖吗 我说的都是假的呀 你以后不会再遇到乔业西了 哎呦 你们终于回来了 我都等你们好久了 怎么你们俩弄矛头了 没有 没有 没有的事呢呢 你怎么来了 啊 这个吗 忘了看 您果真才得不错 三少爷和太太 他们俩居然到现在还分房住呢 我觉得 他们两个之间呀一定是有问题 你是说 一号公馆只有两个卧室 这还不是为爷爷气的呀 爷爷还敢气您 他说是为你欺负的事了 这孩子怎么说话你 哦对了 还给你们改个礼物了 来看看 拿着 好 等你们太困了 那我就先睡上啊 好晚安 对了你们俩是睡在一起的吧 让奶奶就不客气睡这个街房子了啊 对了你们俩是睡在一起的吧 那奶奶就不客气 睡这个街房子了啊 嗯 晚安 你确定你不商 嗯随便 一会你可别哭著求着闹什么小杀 谁求傻是狗 想混 你不信了 你不信了 你说 干嘛 我可是帮你移用出来的团的 我可是帮你移用出来的团的 看来就把嘴肚长得这样 以我孙子这速度呀 怕是用不了多长时间 我就能抱上虫孙子和虫孙女了 以我孙子这速度呀 怕是过不了多长时间 我就会抱上虫孙子和虫孙女了 就你孙子 那尖嘴猴腮的样 生个虫孙子也是个小猴子 有什么高兴的 奶奶 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没有休息呀 这都几点了 你看谁家姑娘呢 这么晚回家呀 奶奶 你怎么这么偏心呀 以前云叔也经常这么晚回来 我怎么没见你侍候他呀 怎么没训过他呀 他现在结婚了 跟他丈夫在外面住 我自然没有理由再说他呀 你不是跟邓家那小子好了吗 婚礼赶紧把日子定了 该给你的 我一样也不会少你 奶奶 你对我可真好 行了行了 赶紧睡觉 我也休息了 嗯 来 您慢点 早点睡啊 智柔 云叔那个贱人居然真的嫁人了 他倒是嫁什么人了 他能嫁什么人呀 发生这种出自吃刺鸡吧 这还差很多啊 大妈有点本事的 怎么会发生那个贱 是哦 这次 妈妈准备掏出一下香点的钱 准备给你打草打蛋 真的吗 妈妈我就知道你做我最好了 哎 你是不是知道 当年呢 就云叔的妈妈有婚礼 到我这 什么都没有 所以这次呢 我让大家知道 做秦家龙的女 是多么的风光 嗯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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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是我褲子都要脱了趴走 果然有年纪的男人 在关键时不就会吊脸 我带我看看你干 就这点出去 我还以为你真的行了长那么大 还不是个手滑枕头 你是谁手滑枕头的 我说的就是你 我说的就是你 你自己什么样你对不清楚吗 啊你可逞强了 好了不起啊你真的是 黑嫂我做你保镖就这一次 嗯 霍嫂啊你把自己哄好了 哎呀你找这不就好了吗 也不知道你变点什么劲呢 就这一次啊记住了 知道了 走 黑嫂 昨天晚上跟你在一起的那个女人是谁啊 哼我 你又怎么了 我说呢你怎么不愿意在乔雨昕面上承认你是我的爸 搞了半天 你看着 我没有 乔雨昕长得很好看吗 啊我站在他旁边你居然还能看到他 搞清楚 我我只是跟他眼熟而已 我并没有说他长得比你好眼熟 哼我迟到了 哎呀 啊乔雨昕不会就是某些人心里那个忘不掉的 百月光吧 哈哈 哎呦我说了 他怎么 哎呦有些人就突然答应当我的保镖了 啊 搞了半天啊是借着我的油头去见自己 心尖尖上那个人 哈哈 什么时候说过我喜欢他了啊 他不喜欢你大清早问人家 你吃醋了 你吃醋了 嗯没有你别自作多情我只是说 你喜欢乔雨昕特别没见过 我到时候采访一下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看到他了呀 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看了 我今天有通告不跟你说了 你 你喜欢他 我的妈妈就 这可是偏常 但是被人发现我结婚了 我们要陪我也行 我这算喜欢吗 不算吧 而且他跟我说话的时候老是把我当小孩一样选 我觉得你老公没有你车的能够了 他明明对你是粉温柔又很有耐心啊 而且他跟我说话的时候老是把我当小孩一样选 是吗 嗯 你看啊 他不光在你前男友面前把你给救下来了 还在你说脚崴了的时候把你背回来家 你有没有发现 你对他并没有像对邓安宇那么盘斥 亲爱的 以我一个过来人的客观角度来发现呢 你根本就不喜欢邓安宇 喜欢一个人是不是主动靠近呢 他俩像你啊 邓安宇一靠近你啊 你就不能这么近 还不是 那你给邓安宇不长俩告诉我呢 我跟你说什么呀 难道让你们两个亲戚啊 我讨厌邓安宇你又不是不知道 哪家伙长得不死 眼神还瓢得不死 一点都不正直 知道了 白人机又来了 说呀 你们继续说呀 云叔 你别忘了你现在可是艺人 别被我逮到你谈恋爱 我可不饶过你 你这么厉害呢 就你那个脑子还谈恋爱呢 我结婚了你都不太厉害了 我今天就要做着听听 你到底喜欢谁 你到底谈 今晚八点 我和安宇在家等你 过了八点 我可就不让他们放你进来了 什么时候我进自己的家呢 还要经过你 云士柔的头发 那你就来啊 看看 曾经属于你的婚礼 坐在我手上 我是把它办得如何的 盛大 灰子 班长 林家寄来了 于诗涵小姐单身派对 和婚礼的邀请函 邀请您和您二叔 霍明远先生一起出席 太太 你还在邀请函上 并且 太太答应了会回家 她说她会去 帮我去邀请函的应酬 告诉你们家 我和二十个人知道的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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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也来了 主哥 你今天太美了 谢谢 欢迎你们来 姐姐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呀 明天可是我的大喜日子呢 姐姐都没有什么话 要祝福一下我吗 祝福 当然祝福 祝你们百年好合 祝你们百年好合 你和邓安宇一定要绑在一起相互祸害 千万不要分开再祸害别人了 姐姐你还真是零言力取呀 不过今天晚上 这个时刻 我就不跟你计较 来 我们干一杯吧 你干什么 不好意思啊姐姐 你看看我 这大喜日子太紧张了 都昏了头了 走 我给你叫薇特 哎 薇特 你没事吧 怎么会这么不小心 安宇哥哥 你看看姐姐 我好心叫姐姐来参加我们的订婚业 他就把我推倒 让我当中出丑 原书 你敢让他在大庭广东之下出城 那就别怪我邓安宇不客气了 邓安宇一个王八蛋你再推我 原书 其实我心里是有你的 如果你能答应我 明天就能跟那个小白脸离婚的话 或许我还会跟你在一起 做梦 下 扑斯尔 上来 上来 这个扑斯基是怎么进入图大会的 啊 是不是你带着来的 你敢这么说 别打了别打了 你都别打了 原书 你把安宇打坏了 你都结婚怎么办呀 你不许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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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是由是庄呢 这次呢 你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 你让他们两个明天怎么结婚呢 你这话说的真有意思 这都能怪上我 这么大的人们知道明天要结婚 还来招惹我 我不打他打谁 你当时还有你了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你们就先走了 你就是 云叔嫁的那个小朋友 就是他 就是他 刚才给我提下来 你们当这么多面妻 和我太太 我不提你 我提谁 既然话都说开了 我也不隐瞒你们 其实上个月我跟云叔已经领了结婚证 按理说 今天我应该叫你什么爸 是这大事 这大事 是什么事 我不管你是什么人 哪个人的婚事我不同意 你们两个赶紧把婚提到 你二非祸家三少不嫁 云尚珊 那祸家三少比你祖宗那知情是吧 你家呀 有要死 先生 门外有人找你 老公啊 今天晚上都因为云书才闹出这么大的事 与你家的脸都让他丢尽了 现在的宾客都在外面等着来 要不你出去解释一下 云 云家对不住你了 我帮你休息吧 妈 云书那个小贱人不想让我好过 我也不可能让他好 听说今天晚上 霍家三少的二叔也来参加应会了 如果咱们把霍家三少的二叔和云春 弄到一张床上 你行不行 那该多精彩 好 坐 这也不想喝的酒 别跑 小起来 先把这个吃了 一会会更爽的 小婊子 敢咬老子 过来 非要让老子上硬的 别跑 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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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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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打你 我会少你 你说 怎么了你说 好多的冰水不行 我送你去医院 不行 记得看到了 我会乱写 明叔 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老夏 我忘了你不行 你帮我去医钢放冬冰水 可以幻觉幼小 你是女孩子 好多的冰水不行 我现在关不了红冰 奶奶 奶奶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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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兽 秦兽啊 秦兽 你怎么能强行和一个 有影集的男人发生关系 不对啊 他要是有影集的话 那我 你 我死了 你给我起来 干什么 你为什么装自由影集 这你狐狸尾巴 操不住了吗 我没有能力 你听我解释行不行 好 你解释 你为什么骗我 你也知道 奶奶一直常常我结婚 但是我根本就不说 好好好你跟我说了 说白了都是为了自己心里的白月光吗 我心里根本是没有白月光 其实我喜欢的人 啊 你是谁 不许怕 你们不许怕 不许怕 你个蠢货 你敢设计我 啊 不许怕 你是有 你的结婚当天就被人抓到和别的男人 通奸在口 让我这老脸吵哪哥呀 哈哈 我没有啊 我是被冤枉的 我一叫醒完我就在这儿了 肯定是有人给我下药吧 肯定是有人给我下药 哇 是 是他 是他 是袁叔 是袁叔见不到我的 给我下药 就是你吧袁叔 袁长山 这是你们家的家事啊 这件事 你必须给老子一个交代 二月 我肯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 救我 不是我的错吧 是你吧 肯定是你 你贱人 你贱人 我跟当众打你妹妹 今天又给他下药 这些记仗是怎么进入人家啊 你看你妹妹结婚 出了这么一档子事 要我的老脸嘗 嘗嘗鸭 打他这个事 这鱼下样吗 你个怪 去 老爷是二小姐 是二小姐让我在大小姐酒里下药的 也是二小姐逐步我今天早上 打开别墅的后门 老爷老爷 胡说什么 那以后爸你相信我 他都要忘我 你确定你说的没错 那怎么他在二爷的床上 二小姐 是二小姐也想和邓家少爷圆房 所以才给自己下了药 谁知道让人送错了房间 你再敢胡说 靠我死了他嘴 没那边说错 你是要怎么记得 把脑袭沉重了 对啊 我说的就是实话 我就是故意的 我把混上二爷骗正常 就是为了和他结婚 你就是要嫁得比你好 因为我当初跟你想邓男语 是我真的喜欢他吗 只要我能嫁得比你好 我嫁给谁都可以 还能是这样 原来你做这一切的梦里 都是想看荣书的笑话事 阿姨 你听我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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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瞎了一眼的才会抱起人事 跟你争取女人在一起 你这么糟的女人 我不要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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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愧是这么这样的 你找你找你找你 所以当初到底喜欢那个邓安医生 他以前不是这样的 他以前对我特别好 知道我怕狗 看我爬到了树上 还在树下接着我帮我把狗捏走 我现在有些人 知道我怕狗 把我丢在地上 对我想起来了 你还有事情在骗我 你说老实交代 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我 喂 小叔 你 你能来家一趟吗 怎么阿姨 你是身体不舒服吗 不是我 是安雨 总之 总之你能来家一趟吗 好 那我现在过来 去哪儿啊 等安雨妈妈找我 等安雨妈妈 你跟他们都没关系了 找你干嘛 我跟邓安雨虽然封手了 但是跟阿姨没有详细了 他这么着急肯定找我一趟 好啊 我去一下 我跟你去 小叔 实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我只能打给你了 阿姨你别着急 怎么了 阿姨她 安雨她 自从早上一回来 她就把她锁在房间里酗酒 谁都不理 我以为 我以为她是要找云士柔 可谁知道 我一提云士柔的名字 她就冲我发脾气 小叔 你帮我劝劝安雨吧 她一喝醉酒 都提了你的名字 邓安雨这么大的 做的这点事还要钱 邓安雨你别担心 邓安雨你现在挺出血啊 为这点事喝成这个样子 别着喝了 我喝不下 好 你这样 我自己喝 你先别走 你说 你有没有爱过我 我知道这个问题很可笑 但我真的很想知道 曾经我很骄傲 我的女朋友很漂亮 性格又好 我以为我是全天下最幸福的 可我总感觉 我走不到她的心里去 我不理解 她明明可以依靠我 却又要那么努力工作 忙得可以忽略我 放开我 这些事都过去了 这年前你救了我 我说 你到了法定结婚年龄 我要叫你 可惜我们错过了 我现在遇到了很好的鬼祟 可惜她是个好男人 麻烦是什么 许叔 许叔 我十日就跟你见过许叔 十年前 应该没有啊 那十年前 你不是在国外读书着了吗 你大部分时候啊 都在国外生活 那就连你在国外受伤 伤了腿 那都是我和你爸去国外找你的呀 错了 一切都错 许叔之所以跟我在一起 是因为他认错人了 什么 认错人了 那不可能呀 那小叔当初是到咱们家 看过你的照片呀 来 就是那张正在荣誉上 臭着个脸的这张照片 你不记得了吗 妈妈 你可能不知道 如果我是他认错人 他不会跟我在一起 他一定不会和我在一起 他之所以跟我在一起 做我一碗 是我到过来的感情 我 木杉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有没有搞错 为了你前面有一个头脑脑 为了他你还可以拉着我手 说你爱我怎么 把我当这个人渣的替代 你吃醋了 没有吃醋了 没有就是吃醋了 你还嘴硬 木杉豪 我发现我好像真的喜欢上来 人变成童话里 你爱的那个天使 嗯 这个男人真是好哄的要面 你说 我告诉你就 就这么一次 你干嘛说这话 这话你都说过好像变成了 我 你就是诸不琢瓦 啊 啊 啊别动别动别动 啊啊 啊啊啊好难以见我的нов 哇啊啊 你看那个狗什么跟你 刚刚那个狗那么像 这应该是那个 denen 剛才互相唱银 那不是我们公寓的管家吗 啊阳暗 关系 我不 你们知道我是一直读Note 我在说的那些话 你在跟和你打打电话么 爸我求求你了爸 说这么多话有什么用啊 为什么跟阿宇说那些话 阿宇现在不接我电话了 你让我怎么办 你胡思为之吧 妈 妈 妈 为什么会这样 叔 没事的 事情还没有到最坏的那一步 没事的 云叔这个贱人 凭什么他 爱情事业双方说 我这什么都没有 我一定要让他 身败凌链 让他回事 什么 云叔结婚了 你没骗我 你看 张红小花的云叔跟普通打工人领证并且偷偷带回家 我说云叔这段时间怎么怪怪的 超级被我带到小便了 这东西是真的吗 看来是这样 我可记得公司的合约上白纸黑子写的一清二楚 合同期间 明明禁禁止 云人谈恋恋和结婚的 可他在和公司签合约之前 就已经结婚了 这并不在合约期之内啊 我结婚这件事 隐瞒了公司 确实是我不对 我会全权负责这件事 一千万的违约金 我也会招价赔偿吧 那是一千万的伤 因为你的语言 你和失业那部戏就聘 我告诉你 在跟你想办法之前 你最好不要太多人知道 现在没有 在什么呢 哎呀 这怎么有人结婚 都被我知道了 你最好想要不要人问我 一般的狗仔都进不了云家 那这些照片 只能是云家的人拍的 这会是 云诗柔 哎 雲叔 雲叔 凭你的自身条件 嫁什么人不能嫁 啊 没有嫁这么一个 什么都没有 还要靠你养的人 啊你真是让我失望 是吗 我吵到你 就无能男的伤疤了 我跟女人一样 我就是想 你这点犯吗 没事 别担心 我们两个事呢 公司会解决的 你也帮不上什么呢 所以就把他忙 做个工作 别担心 你说 其实我就是 我知道你是谁啊 我自己嫁的人 我能知道啊 不是 我的意思是 我就是霍氏总裁 霍思涵 哎呦我的妈呀 你吼我嘴干嘛 看看你是真敢说呀 这么多人 你喊什么呀 你别忘了 你还穿着 我给你买了西装的 21万的 他真这么厉害 请还我 这要转呀 不就21万吗 这21万 这21万 哎呀 你要是因为 这个人说的这些话 不开心的话 你至少脏香脸了 对不对 好了好了好了 我还有事呢啊 我先走了 拜拜 赵海 你告诉我为什么 我现在微信连 21万都转不出去 您是说 微信转账吗 微信转账 最高一天性额 就只能转20万 您这21万 当然转不出去了 怎么最近工作 不顺利啊 嗯 那你们 我问你的问题 就是 如果 事业和爱情 非要选一个的话 你会选什么 怎么这么问 工作上 遇到困难了 我听你们 小年轻说 说你们 忘出了结婚 对你们的事业 会有很大的影响 对了 是不是 还有很贵的委员金啊 嗯 大概 1000万 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 云叔 这点钱 咱们云家 还出得起 奶奶 你怎么这么高 快去吧 小货来接你了 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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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三 你别乱动 你知道这车有多贵吗 你乱一磕一下碰一下呢 把你腰子杆了你都开不去 这我的车有什么好笑的 吹牛 你要是真是你呢 你把小本本拿出来 让我看呀 嗯 没话了吗 赶紧把车还回去 你知道这车在外面 跑一秒就让扁着 只会小 死鬼死鬼 这房子当初也是说是租的 说出来他也不信是我买的呀 我还有什么东西是没有证明过的 这张皮卡上写的名字是我 总不能还说是别人的了 你傻 站在那干嘛呢 给你看一个好东西 就这样 什么就这 这可是 我也给你看看好东西啊 没有 没拿错呀 是我的黑卡 现在这个盗版做的都这么像了吗 哪弄的 九块九一张 你喜欢送你喽 沃沙海 你最近是磨着了吗 怎么天天想向我证明你这个友情 你不会被骂不自信了吧 你看看 哎你看看干嘛看我手机 不看我怎么知道我选的女人这么新鲜 到处都可以勾你的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啊你说这话意思是我勾搭别人了 我要不喜欢你的话 我至于这么老处理 我早就担当了时也 飞升一线想换了好吗 随便你 你爱个谁在一起跟谁在一起 我告诉你 你如果想甩了我跟我离婚 你早点告诉你 咱们可以直接明镜出去 你要是再跟我这个 态度说话 我立马就答应公司的公关方案 护死汗 有变吗莫名其妙我手机 进 三少 这些是需要今晚之前 签署完的文件 好知道了 一会我签完了打给你 还有事吗 刚刚接到兴灿那边的消息 兴灿最大的利益 现在决定立刻为太太召开记者会 否认结婚的信息 并且 后续会商业离婚的事宜 结婚什么时候 现在已经开始了 兴灿在这里 统一回婚间 三少 你确定不以后市集团的身份 立刻停止记者会吗 不管他的决定是什么 我都不责任他的 哦 你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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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你是不是已经结婚了 当初这张婚事 明明是我照上他的 第一次我 说爱你的事 结婚好 对我也很好 对 我这边就是什么都吃 就是不吃亏 他本就在这场婚姻里 是个无辜的人 难道从今天开始 真的要因为我 背上莫名其妙的臭名是吗 兴淑 这点钱 咱们原家还出得起 大家安静一下 相信各位媒体朋友 都很关心我们的艺人 兴淑的私生活 新灿在这儿肯一回复大家 算了兴淑 不行就回家啃老 兴淑 你干什么 我的确已经结婚了 并且 我会和他相关一声 他竟然选了我 三少 太太竟然在不知道 您身份的情况下 这么简直就选择了您 让这个人带允淑来我的办公室 我这儿还轮不到他来吧 是 可是三少 太太 还不知道您在谁赶 是要是来办公室看到你 收盾他 呃 等等 这可是我的办公室 我可以援助他 啊 你刚才都在说什么 谁让你这么说的 不是当初咱们都说好了 你只是被骗 对一切都不值钱 把锅水给那个男的 我们再没一次次看 您的形象不就谁了吗 当初是我非要跟他结婚的 如果说是骗婚 那也是我骗了他 如果现在要对外说是他骗了我 我是喜爱了 可是他呢 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他会遭网报 会被人人肉的 你管他做什么 他就是被人网报 被人人肉 这刚一有什么事情 你只要跟他把迷宫正义 我得安排一下媒体 从迷政局门口去拍你 你个人设不就厉害了 现在好了 你知不知道 怎么谁都洗不坏了 公司都快砸了 秦三公司没有你这样的艺人 不要动员所有的好眼 封杀你这个不激烈的艺人 好的好的 我知道了 好的好的 啊我知道了 你知道是谁给我来电话吗 是霍氏的高层 现在这件事情 闹到霍氏所有人都知道 您说你完蛋了 你还处着干什么 霍氏来电话 让你去霍氏总裁办公室 还不跟我走 这个款式女孩子好像都不太喜欢 这个颜色看起来太过老气 衬衫 对对对对 如果换成黑色衬衫 肯定别有一分滋味 真的 嗯 这种 我没有见过她换过这么多衣服 咱们总裁要见的是总裁夫人 也就是三少女 莫总这样臭脾气的人居然结婚了 那她的太太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哪一趟办公室能让她如此如临大意 就咱们太太那个脾气啊 生起气来 路过的狗啊都给了个酒 那莫总这样臭脾气的人 果然还是要脾气比他大的人才能压得住吗 嗯 不过也不对 咱们太太怕狗 这么看来 当党 都比三少男女要好 这里怎么样 莫总人到了 她双脾气 尝 그거 你说这些呢 赴大 伯总 你要的人跑来来 你刚说他谁 这事伯总 又是我 你怎么一点礼貌都没有 嗯 我的办公室还轮不到你来说话 是伯总 那人我就交给您了 你先出去吧 好的 嗯 嗯 你说 嗯 郭思涵 你说你怎么不早点告诉人家呢 别游别跳别断别坐 你说 你不生气我骗你啊 我很生气 但是吧 人不能为了尊严 连最大的财神业都散过了 感谢霍太太坚定地选择了何先生 那当然了 你可穿过去吧 那你可真有脸吧 嗯 我可厉害了 哎 怎么了 护士涵 你给我的那张黑卡还算不算啥 快去打开一点行不行 我整个人都是你了 还究竟什么黑卡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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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好酷 我变成有甜 尤其是奶奶早就想起会过宅了 嗯 这样 就是你不想回去的话 我们继续住一号公关 这样 就是你不想回去的话 我们继续住一号公关 好 你走 走 哈哈哈 哈哈哈 偷偷 你們三個幹嘛呢 路過路過 全部繼續啊 看來太太這都進到 我們報定了 啊 我孫子後孫媳婦要回來 太多了哎呀太多了 快給我孫媳婦呀 準備好吃的去走 來 你們好 衝遠的 你們好 你們好 衝遠的 你們好 人呢 你們 三少 老太太叫你過去一下 啊好好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初还为了人家骗骗我说啊我有影机不娶别人 少提不该提这不是把你给娶了吗难道是还能离啊 哎呦那可不一定啊万一人家白月光涨上门了怎么办 不过没关系我跟你说就是那个你看 如果你有一天你的白月光涨上门来的话 你就给我甩一个亿的支票 这样我也不亏嘛对吧 哈 啊不过哦 我就只这么点钱 那多少钱你开心 五个一 吃吧 自己想 开玩笑 完了 啊 今天的通告吗 哎呦好我这就来走了啊 哎我问你个事你老公十年前是不是出过车祸 而且还坐轮椅了 嗯 是不是十年前就在出租了 你怎么知道 你们两个要什么难的 你不是一句想做一个后来三少年 你就是 没有个人家玩笑 我不想犯丑关队 没有没有你误会了 我今天来了的目的是想给你们道歉的 道歉 乔帅我滚进来 对不起 当年是我弟弟的过程 被后面远摆通 撞了后子汗的车 派他住了医院 还做了个目 所以当年不是你跟霍子人在谈的吗 没有没有 那你为什么就能演出啊 好像是当年我的医院向他取不过急 所以当年不是你跟霍子人在谈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啊 那你为什么就能演出啊 好像是当年我的医院向他取不过急 嗯 嗯 是这样 那你当年怎么跟郭明月联系的 还有什么证据啊 呃有 呃 他给了我很多钱 算 证据 就让你不够了 三少 三少 当年二爷在你车上动手脚的证据已经找到了 那现在看来应该是没有用的 二爷和云诗远在回货家的路上发生车祸 应该是云诗远抢方向盘所致 二爷想救无效当场死亡 二爷夫人还在抢救中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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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啊 知道了以後就已經終止了會議 馬上就回回來 奶奶嗯 不要老在家里面吃點四餐心吧 嗯好奶奶幹嘛來咖啡廳啊 您這種大年齡喝咖啡對身體不好 喝冰冰嗎 我想喝 哎呀 他就是咖啡 哎呀 你這個死老婆子 你怎麼也來了呀 啊 哈哈 你這個死老婆子 你怎麼也來了呀 啊 哈哈 哈哈 沒想到我的孫女婿 居然是你的孫子 哎呦 這不是敢巧了嗎 哈哈哈哈 原來他們兩個早就在一起了 哈哈哈哈 讓我想想啊 我的蟲外孫叫個什麼名字 啊 那雲叔是我們霍家的人 生的孩子 肯定是跟著我們霍家姓嗎 哪能輪到你來想 那這樣 生兩個 一個姓霍 一個姓雲 這種可以了嗎 你這樣說還差不多 哈哈 幹什麼呢 哈哈 老四哈 其實我也不是一定要找到你心裡的那個女生 只是我有點嫉妒 當初陪在你身邊的人不是我 我可沒有早點遇見 你看 這麼好的你就應該早點擁有世界上最好的一切啊 世界上最好的女孩我已經得到了 霍太太 不要介意我以前怎麼樣了 從現在開始 以後都是你的 這可是你說的 從現在開始 你的未來就屬於我雲叔一個人 呀 爸爸 你不明白 我所不愛都更加愛 你不明白 你在我心裡不出來 那快樂無可取代 可關係無限重來 偶端似開身後折破傷害 你不明白 情緩會把這位 霍太太 霍思涵 你這了啊 來 起開 你睡吧 怎麼都到了 嚇死我了 你說 有沒有可能 這過去也全都是你 怎麼可能 你走啊 十個十年前在中心公園 被一隻大白狗追 應該是躲這個大白狗 你逃到一個樹上 回來一個男孩把你救下來 最後你告訴這個男孩 等到了發生年輕 你會嫁給他 怎麼可能 你後腰 誰還被大白狗咬過 誒 誒 誒 那個 當時是留疤了 但是這麼多年怎麼看見了 怎麼會呢 當年不是鄧安宇嗎 原來 我認錯人了 為什麼不覺得這個人會是鄧安宇 其實我也記不太清那個人的樣子呢 但是我們約定好的那天 他沒有來 我等了他好久 成白天 等到晚上 9月19號那天 我遇到了鄧安宇 然後在他家裡看到了他做文藝的照片 然後我就以為那個女生的 9月19號 你說 那天我沒有來是因為我出車禍 後來我心裡的時候什麼都不記得 但我記得 我也是在等一個人 你知道那天晚上雨有多大嗎 我在說一下等了你那麼久 人家都以為我是傻子 我連傘都沒有帶 我等了你那麼久 你都沒來 完了 完了我知道錯了 我來完了你說 炒 為了補償 我一定會辦一個最好的回合 那不行 就是 你看我接下來還有 啊 嫌疑人的劇組要錄 還有很多綜藝要參加 還有國內外的秀展要做 我哪有時間放棄你 都是波斯丁媽媽 哎 你不要以為你是我老闆 你就對我的工作就是我媽家 小心我給你生氣 我時間都會生氣的喲 你不明白我所不愛都更加愛 你不明白你在我心裡不出來 那快樂無可取 張凱 把預約的婚禮弟弟 都取消了吧 原來他早就準備好了 郭子豪 早點睡吧 小氣狗 我還是不信 你 雲叔 陶姐 我跟你說 霍思涵這個人很奇怪 我不就是因為工作太忙了 不想辦婚禮啊 這這很難 難理解嗎 我是女明星 女明星 我手上每天那麼多通稿 哪有時間辦 雲叔 這要是換作是我 我也不高興啊 你PUA我 你得換位思考一下 如果是你 準備了很久的求婚 那男的突然拒絕你了 你會不會生氣啊 我 誰敢拒絕我的求婚啊 我找你們好看 拒絕我 打死他 不對 我第一次找霍思涵結婚的時候 他是不是拒絕我了 果然 這個男人 就是我生命中的意外 是吧 嗯 那 那要怎麼哄嘛 哎 這樣 你明天 讓他去參加一下金鹿角 正好啊 你和師爺的那一部劇 你被提名 最佳你主角啊 啊 那就先這樣 細節我們明天再說 高橫 不好意思哈 這麼晚打擾你了 我想問問你知不知道霍思涵 訂的婚紗是哪一期間啊 希望這個男人好好的行 有事啊 這是今晚金鹿獎的邀請函 你一定一定要出席 他今天晚上不一定要空 他應該換了他的包 他應該換了他 三少 今天中午 您要和高明的CEO共計午餐 下午要和光臨團隊進行常會會議 晚上七點半的飛機飛往歐洲 把歐洲的那個行程給我取消 啊 不 延續兩個小時 不如中 三少 歐洲的會議落地久要開啊 那就 背後一個小時吧 我中二十年 好 我只是去挑 我們金鹿獎最佳女配角的獲得者是 雲叔 恭喜雲叔 非常榮幸能夠獲得金鹿獎最佳女配角這個獎項 感謝組委會 也感謝觀眾朋友一直以來對我的支持和鼓勵 未來的雲叔會更加努力 霍思涵先生 我想謝謝你出現在我人生中最無錯的時候 是你的出現 改變我人生的走向 也謝謝你 一直以來都支持我的事業 雖然這些話 我沒法在班長流域上講 但是我想讓你親耳聽到 我想謝謝的人 一直都是你 想走向終點的 也是你 所以 霍思涵先生 你願意嫁給雲叔小姐嗎 霍先生答應了 我愛你 我愛你 你愛你 已經沒有了 你 我愛你 再见